哈囉,你好,我是玉修 很高興你回到這個頻道 我自己在學習拍照的過程之中 幾乎所有東西都是從 YouTube 上看影片自學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幾個我以前和現在都很常看的頻道 那我覺得看到他們是如何把照片拍得很漂亮的 看到他們是如何執行啊,還有看到他們的思路 對於我學習拍照是非常有幫助的 然後我知道我的頻道有一些是使用富士的用戶 所以前面介紹的幾位攝影師也都是使用富士相機的攝影師 然後後面還有幾位使用其他品牌的攝影師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我第一位想要介紹的攝影師是Kevin Mullins 歡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頻道 我的名字是Kevin Mullins 我是一位富士官方認證的 Ex-Photographer 然後主要是在英國 他是我大概在這幾年看了很多攝影師 然後看了一些 IG 帳號還有 YouTube 頻道之後 我依然還是最喜歡他的東西 他是一位即時的婚禮攝影師 所以他的照片裡面還有他的作品裡面幾乎不會有任何的擺拍 然後都是從第三者的角度記錄每一個瞬間 那你看到他的照片裡面都會有很多很真情流落的畫面 他的頻道裡面也有很多他跟他小孩 還有他家人日常生活中的照片 他的照片會讓我思考說 一張好的照片其實好像並不需要什麼很壯麗的風景啊 或者是說很精心的策劃 或是很完美的構圖 其實攝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記錄那些很重要的瞬間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他的東西 第二個頻道的話我想要介紹的是Roman Fox 那他也是一位使用富士相機的攝影師 然後主要拍攝的東西是一些他的旅遊啊 還有他街拍的東西 所以在他頻道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街拍的POV的影片啊 還有一些他對富士的鏡頭啊 還有相機的一些想法 他的頻道也是讓我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我自己的POV影片其實很多東西也都是參考他們的 第三個我想要介紹的頻道是Phrasol 那他是一位在美國的攝影師 然後他最近好像常使用的器材是XE4 還有X100V 在他的YouTube影片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他在街頭攝影第一人生視角的影片 節奏非常的舒服 照片有一種膠片的感覺 然後影片的品質非常好 讓你有一種在看電影的感覺 算是我近期關注到很喜歡的一位攝影YouTuber 第四位我想要介紹的攝影師是Pat K 嗨,我是Pat K 我是一位攝影師 從西德尼澳洲 我已經是十年來創造的創作者 我已經是十年來創造的創作者 我已經在不同的項目 例如 畫質的設計 網絡設計 產品設計 和UX 但在最後五年 我已經在拍攝影師 他之前好像住在澳洲 但是因為最近非常喜歡日本 所以蠻具日本生活 他是一位使用Sony相機的攝影師 然後我近期是還蠻喜歡他那種 乾淨簡潔的構圖 然後搭配他那種有點藍橘色調的調色 整體讓人感覺很舒服很簡單 但是又不會很無聊 那他的YouTube影片裡面有介紹很多 可能攝影概念啊 還有構圖啊 還有顏色等等的東西 他解釋得非常清楚 所以可以讓人感覺說他對攝影的理解 其實功力非常的深厚 才能講得那麼深入淺出的感覺 他的YouTube頻道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第五位我想要介紹的攝影師是 Julia Chotty Hi everyone! 今天我們在拍攝影師 Fujifilm X-T4 我今天會用了兩個鏡頭 我還有XF 16mm F1.4 和XF 23mm F1.4 他是一位在澳洲的攝影師 主要拍攝的內容都是人像攝影 在他的YouTube頻道裡面可以看到非常多 他在拍攝人像的幕後的畫面 然後他的內容可能會是一些 他是如何在逆光的時候拍照 或者是說他是如何在頂光的時候拍照 然後如何在一些看起來很平凡無奇的街道上 然後取到他想要取的景 然後拍攝到漂亮的照片 還有他是怎麼使用可能35mm的焦段拍照 他會怎樣的構圖 然後使用85mm的焦段他會怎樣的構圖 那他的影片裡面也有一些後製的影片 讓人看到他的後製的思路是什麼 他是如何去後製一張他的照片 那我覺得從他影片裡也是學習到非常多的東西 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第六個我想要介紹的YouTube頻道是 Sean Tucker I may talk about this more specifically one day but for me photography is more than just a technical exercise for me it's also a spiritual practice I mean I find that if my life is getting on top for me It's still my habit to go and pick up a camera and take a long walk 他是一位英國的攝影師 然後他的YouTube頻道裡面簡介有提到說 I'm more interested in the why of photography than in how 說明到這個頻道其實有蠻多他對攝影的體會 還有他對一些他人生還有攝影相關的哲學 這是一個會讓人思考出攝影這個東西的頻道 我個人也是非常推薦 他的影片拍攝也很有質感 很有一種電影的感覺 然後他的光影的運用也是很值得學習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六個攝影師還有YouTube頻道 其實還有非常多很棒的YouTube頻道可以去看 例如可能是Evan Raft還有Mitri Lally等等的 但是因為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一一拍影片介紹出來 那我會把他們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其實把這些YouTube看完 學習這些有經驗的人 他們的想法還有他們的思路 還有他們是如何把照片拍出來的 應該是可以幫助人在學習攝影的這條路上 少走很多彎路啦 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子 但是攝影想要進步 其實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除了學習到這些知識以外 還是要真的拿去相機 然後去外面拍照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最後的話 不知道你們有特別喜歡哪個YouTube頻道 然後是我沒有提到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可以去看一下 讓我去學習一下 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歡迎幫我訂閱還有按讚還有分享 然後有任何問題的話都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看到的話我會輕快回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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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